看看柯文哲最近也很紅 聲量也很高 因為你們對於柯市府的這幾大案 成立了議會的調查小組 然後昨天第一天就趕快調資料等等的 然後首先我們看金華城 因為前面我們講到 許小新他家附近就金華城 848%的容積率 其實在行政單位 台北市政府的過程當中 都發局擋了很多次 但是不斷的 似乎是有指令 幫他找學者開個會 再討論一下 再放寬一下等等 的確有很多詭異的地方 這個案件從一開始 在郝龍斌市長時期 金華城就來爭取容積 那他爭取容積的時候 他就說他的容積要560 因為他原來是工業區 後來變桑山 桑山的天花板就是560 金華城一開口跟郝龍斌 就要天花板 好龍斌不答應 為什麼好龍斌不答應呢 因為工業區轉商業區 你要變成560的條件是 你要捐第40% 捐第40%給政府之後 你可以得到560 但是當時金華城從工變商的時候 他只捐了30% 少捐10% 少捐了25% 所以當時好龍斌就說啦 那人家捐滿40%的給560 你只捐30%給你392 多好而已而已 也對 所以好龍斌就不放手 那金華城後來呢 有個監委劉德勳做了這個糾正說 台北市政府啊你要給金華城560%啦 當然我們事後才發現原來這個監委跟金華城也滿不錯的 去不當監委之後改當他基金會董事 好 但是這560呢 對我個人而言 我覺得啦 雖有爭議但可勉強忍受 因為這金華城有監院的糾正報告叫560嘛 所以現在我們議會調查小組要查的 最主力我可以跟大家預告 是從560到672再到8004的這一段神奇旅程 對 因為桑山的天花板就是560 你把天花板突破了之後 不只到2樓還到3樓啊 直接到3樓去變840啊 這很怪啊 這要過三關啊 柯文哲如何幫金華城過三關 從現在的資料有沒有我們看到 第一個 金華城拿出陳情案件 跟柯文哲說 他要自創容積獎勵 柯文哲在他市長市收到這麼多陳情裡面 眾里尋他千百度 挑出這一份 對 交辦給都發局 這是過第一關 第二關是什麼 媒體所報導的這個 花公堂找學者專家幫忙修補補修 柯市府如何打造超高容積獎勵解套方案 為金華城呢 這個是上報所報導 2020年10月12號 就是柯文哲已經專簽交辦都發局之後呢 這個都發局曾經在9月的時候發一個函給金華城說 不好意思啦你講的這個 事法性榮有一義啦 請你再釐清一下 我們沒有要給啦 委婉就是說你這個不合法我們不敢啦 但是在同一天呢 都發局上了一個專簽給柯文哲 問柯文哲說不好意思啊市長你上次交辦那個事情啊 這個經過我們研議覺得有問題 那不然我們再開一個專家會議好不好 我們用這個專家會議再來研究一下看有沒有辦法 所以是都發局主動跟市長是說啊我們再開一個專家會議 因為畢竟他認為是市長交辦的 所以我還是想方設法這樣 台灣的公務員都相當優秀啊 只要是人民交代的事情他用罐頭回覆 但是長官交代的事情他會全力以赴 你知道嗎這就是公務員罐頭回覆跟全力以赴 那長官交辦所以他右手跟金華城說 欸這事法性有意義 你再想想看左手跟柯文哲說 黃聖微城想了一個方法 我們要請社會閒達來開會討論討論 看有沒有方法 共同說好啊你去找專家來開會 所以10月份才有這個都發局專家諮詢會議記錄 這個的前情提要是在這裡哦 當天柯市府的局處首長及出席專家學者呢 跟金華城啊這個媒體寫不避險啊 但事實上大家也知道開這個會 就是要幫金華城想辦法 所以他們就會跟金華城代表 逐一指點迷津 鉅細迷移指出哪些有要調整或補充的媒體 這個當然是講的比較疑雲啦 但是我也可以用一個比較正面的方式來描述他就是 跟金華城說你這個計畫哪裡有問題 你要怎麼改才合法 輔導會議啦輔導他 但是喔金華城有夠大白啦 有夠大咖 不受教堅持原案不問修改 不是啊市政府幫你請家教你還不聽話 沒有因為金華城信心滿滿 他就覺得說我送了這個肯定過 一定過我不需要聽你們這些專家亂七八糟講 送出原案不修改 為什麼 因為後面長官會蓋章給他過關 長官會蓋章給他過關喔 信心十足耶 在這場會議裡面啊 都發局 曾經講說召開專家諮詢會議之後 府方代表 其實點出了這案子的問題嘛 你這個又沒有超過三十年 你這不是都更啊 不是都更哪有獎勵 奇怪的 如果你今天蓋一棟房子 十年不到你覺得不好住 你要打掉 你有本事你自己打掉 你有錢自己 我們幹嘛用納稅人的容積 去獎勵你打掉十幾二十年的房子 真正的容積獎勵是要給 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年的建物嘛 你要鼓勵他改建才會有嘛 所以府方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啦 然後呢 都發局喔 這個科長直接講說 你的生態啦 智慧建築啊 充電樁啊 一般沒有再給獎勵的啦 笑死人 現在新的房子要穿充電樁 就要送你樓地板 沒有這種潛力 沒有啊 前五股人啦 前五股人 而且金華城提出的計畫啦 金華城自己講 我做得好大好棒啊 很讚你要送我東西 都是現在的新建物本來就要做的事 你該做的 你幹嘛叫人家送 意思就是說 這個學生跟老師講說 老師 我今天回家功課都有寫喔 你要給我五萬獎學金 就這個意思啦 你寫回家功課應該的嘛 被八頭了 對不對 那可是你卻要求去拿到第一名 才有我的獎學金啦 這個是 但是當時在會議裡面 講得非常清楚的事情 甚至杜發局幫他改回家作業 你知道嗎 連圖說都一個一個講耶 你知道嗎 他說 哎呀在金華城裡面啊 只有修正太陽光電設備的獎勵龍機啊 其他資質未改 金華城還特別上公文跟柯文哲說明說 金華城申請的齁 這個龍獎 准用 就是你不該用讓他准用這個 結果柯文哲最後怎麼樣呢 柯文哲最後在11月11號 蓋章同意這個方案 各位為什麼柯文哲這個章重要 因為在這份公文裡面 都發局的你辦寫得很清楚了 如奉何可 如奉何可 因為如果沒有何可你沒蓋章 長官你沒蓋章的話 我們這就不準算喔 那你蓋章我們才敢這樣做喔 為什麼都發局要這樣做 跟大家報告 沒有公務員敢擔這種事情 那所以到最後柯文哲還是蓋了章 是 而且他蓋的 這個11月11號的這一章啊 他蓋的是他的本章喔 那本章 不是彭震生拿的 那個是最後一章 最後一章是假章 但是11月11號這一期也本章喔 所以柯文哲的章出現在 前後兩份都有 都有 都有就要過三關嘛 這就是他幫金華城過的第二關 第一關是先叫他開會研討 然後呢開會研討出來 金華城送的修正案裡面呢 幾乎都沒有改啦 針對市府說他有問題的地方 幾乎都沒有改 柯文哲幫他過第二關 就是這11月11號的章就是 核准這個金華城的這樣的方案 再繼續往下闖關啦 可是後來就說是同政生決定的 因為這個11月11號的章蓋下去有沒有 然後呢他繼續如何的往下闖關呢 就是召開都市計畫委員會 正式進到都市計畫調成的程序裡面 那這個程序裡面 柯文哲最近在講 網路專家學者開會說 錄影錄音公布出來又沒事了 對 在中間就是專家學者開會嘛 但是在專家學者開會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專家學者是反對的 因為一樣嘛 這些問題太明顯了 如同磕在額頭上 一看就知道有錯 專家學者反對後來怎麼樣你知道嗎 反對的曾光宗 任其道的不續聘 郭忠端任其道的也沒續聘 反對的宋正麥宋楚瑜的女兒 柯文哲的首席市政顧問宋楚瑜 他女兒也反對 結果呢在最後大會 彭政生拍板的天他請假 所以彭政生把他那個會議當中拍板了之後 還需要再過最後一關 這最後一關就是都發局要把這個會議的結論 彭政生拍板會議的結論 送到市長桌上 跟市長說我們這個西雙段三小段的 都市計畫現在會議開完說要變更了 同樣四個重點 如奉何可 我再把它公佈 所以柯文哲如果你不蓋這個張會怎樣 不會怎樣 就是都市計畫沒有變更 精華城沒有得到容積 你不蓋這個張你不會違法 因為沒有奉到何可 對 但是柯文哲蓋了這個張之後 都市計畫一旦變更 容積就跑到精華城的口袋裡 那所以你們調查小組要約詢柯文哲 我們昨天這個調查小組造極人 是郵俗會 國民黨的郵俗會 他是有提到說是不是約詢 但我要跟各位報告 因為柯文哲現在是個民間人士 他沒有公職 他是個百姓 所以我們也不是說用約詢 是邀請他來 如果說他不願意來 那我們也沒辦法 他說你們在作秀 我覺得柯文哲要回去 跟黃國昌討論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議會 進行的專案調查小組 就是呼應你們黨所主張的 國會調查權不是嗎 對 你們不是要修法說 國會要調查 而且現在的調查不夠 我們要修法 讓立法院有強制力 比如說今天 我覺得王時期你有問題 我就要發一張傳票給你 讓你到立法院裡面去應訊 你不去的話我給你罰錢 如果你講的答案不滿意 我給你灌三年 這是現在他們提修法草案要修了 對不對 那我們議會很客氣啊 我們只是邀請 因為現行的法令 沒有授權我們強制要求民間人士來 對不對 請你來 如果你不來我們也不能怎樣 如果你要說這樣是作秀 請問你們現在黨在推的草案叫做什麼 對 是不是作秀中的作秀 沒錯 標準要一樣喔 說好的標準要一樣喔 如果說不能夠邀請柯文哲來台北市議會 那說真的 以後他們還有什麼基礎去談說 要強化國會 甚至要賦予調查權 對啊 要有罰款的把人家關三年的權利 對不對 這是矛盾的啦 嗯了解 感謝阿苗的解說 讓我們對於這個奇奇怪怪的案子 有更深的了解